今天這一集是回答小老弟關於包膜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回應很累 我其實因為為什麼比較不耐煩 包膜的問題我在以前都講過了 沒關係今天這一集我再講一遍 你的手機包膜到底能不能裝我們現在測試的影片 比如說你們在問說這個聖甲蟲或者是三胞胎搭配 我包膜可不可以裝這些東西 我可不可以裝一些編式軟的或硬的 因為你的留言說包膜店跟你講說只要邊是軟的就可以裝 如果邊是硬的就不可以裝 那我是覺得即使它是軟的也不一定可以裝 店家要包你的膜他怎麼還是會給你一點希望 他怎麼可能跟你說包膜殼都不能裝 像我的話我會直接跟你說你包膜就是全部都不可以裝 為什麼我要這樣跟你說 因為我以前的經驗就是說我是認為包膜沒有不好 可是我會比較建議說你要包膜的人就是裸機啦 就是我今天我都不要裝殼我就是裸機我去包膜 那你如果要包膜的話你會遇到一些問題 不管是它的殼是軟的或硬的 我以前遇到過的問題或我周遭朋友遇到的問題 我今天這一集就跟各位去講 那你們就聽一聽去做參考 首先第一個呢 你不管是它邊是軟的或硬的 好假設是軟的 包膜的這個手機裝下去的時候 也許硬塞可以塞進去 可是你塞進去了以後呢 我的經驗是有的保護殼它就會這樣 泡泡就會這樣子 因為它有厚度嘛就會比較泡泡 那所以你就要看運氣有的凸的大有的凸的小 凸的小的你去按呢什麼都正常 可是如果呢你裝下去像比較緊密的保護殼 它可能凸的就是它整個泡泡的時候 連按鈕就會跑掉 所以你包膜你裝下去的時候 你在按按鈕的時候 你會發現怎麼按鈕變得怪怪的 會不靈敏或是奇怪按鈕的功能不OK 所以軟的即使它包膜裝得下去也可能出問題 那甚至有一些殼像這種裸機殼啊 我隨便拿一個這個是 這個像這種超裸機超薄的這個 這個邊也是軟的啊 這個邊也是軟的 那你包膜包看看啊 你包膜可以裝 店家說可以裝那你裝看看啊 你這個裝下去絕對捧捧 而且直接這個是軟的吧 對啊 那硬殼的話 硬殼的話店家獎量沒錯 因為硬殼通常很多 像我之前我的朋友有人 包膜去裝犀牛盾 犀牛盾透明殼 他竟然包膜裝下去硬塞進去 結果發現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拆不起來了 因為他那個膜把整個手機卡死 第二個就是他硬拆 最後終於拆開 結果膜一拆出來全部破掉 因為他用暴力的 因為為了要拆起來 那膜全部都損壞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 包膜軟硬的應該都是不OK啦 然後像有一些這個 你說你很喜歡保護殼的 那這種像三防殼的 三防殼的 三防殼這個有一些 它的這個邊的材質 它也是軟的啊 它是兩層啊 一層硬一層軟 我這邊這樣不好用 就是它有軟的部分 也有硬的部分 那種三防殼都是很緊密的 你包膜 PELICON這種的 你包膜你包看看啊 對不對 你就全部不能弄啊 對啊 所以 不是說不跟你說什麼 那個材質邊是軟的 硬的 其實你其實看影片 你也大概知道說 這種手機殼的材質到底是什麼 這種通常一邊會這種顏色的 或這種 通常都是背板是硬的 旁邊是軟的啊 可是這個軟的又如何 這個軟的你就要去測試啊 你包膜包下去 那你就要看說運氣好不好啊 會不會泡泡啊 又或者是會不會怎麼樣啊 對啊 那我不知道啊 你應該要去問店家 就是說今天你們如果要去包膜的 我跟你講 你要去問店家說 請問我要包膜的話 我想要裝這個腎甲蟲 請問包膜可不可以裝 那你要店家確實的講出來 比如說他說 可以 好那我要包 如果他就模擬兩可跟你說 欸我不確定呢 可能軟的可以硬的不可以喔 你要去看看他是軟的還硬的喔 那你就不要包了 因為你店家自己都不知道 你包膜的殼通用性是什麼 那你消費者你幹嘛要買單呢 懂嗎 你要去確定 你可以說這個店家如果很好的話 他會全部幫你把所有的殼都測完 他就不會叫你自己去 為什麼你要花錢要自己去找說 殼到底能不能裝 如果是我啦 我會說請問我包膜 我如果要原廠透明殼 那我包膜裝不裝得進去 他就說欸我可能不知道呢 你要看他殼軟不軟 我就說那我不要了 如果他說可以 我就說好我要包 就這樣子而已啊 所以你要去找那種店家 會確實的跟你講說 可不可以包膜 裝進去的 像我知道像有一些廠商 像犀牛盾啊 或有一些他在官網的時候 你買這個殼的時候 他有的還會跟你標示說 他可能不能包膜 或者是一些什麼的規範 人家都會寫在裡面啊 可是他那個廠商 可能人家他是比較好的 那你如果今天 你總不可能讓這個廠商去 去為了你說要不要包膜 去跟你說這個殼不能包膜裝嘛 那你就要怎麼辦 你要去問店家 今天你要包膜的店家 可不可以裝 對啊 所以就是這樣啊 還有我們就是都沒有在包膜 因為我們會一直換很多保護殼 因為你現在包膜很大的問題就是 你這個保護殼的相容性 你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手機增加了一個厚度 去裝人家去設計出來 就是一個很符合你手機的形式的那一個位置 你卻加了一層厚度 那個厚度大概也許零點幾MM 但是有可能就會讓整個保護殼跑掉 對 那我的經驗是即使裝下去 那個叫做硬塞啦 硬塞就是他有可能邊是浮起來的 泡泡 那他泡泡的時候呢 如果你摔到他有可能就直接手機噴出來喔 就直接 因為他沒有扣緊啊 他就噴出來 然後有可能按鈕都失靈 就是這樣 所以你到底要不要包膜 包膜我覺得可以啦 但是我會建議是裸機 裸機就是個性化 比如說我今天白色手機我越看越不順眼 那我就用成什麼 招財貓的或者用成迷彩的 我要跟人家不一樣 對我就會去包膜 叫做個性化 特殊色 可是我包下去的時候 我可能就要犧牲掉說保護殼的相容性 因為我們都沒有包啊 你店家如果都不知道 我們沒有包的我怎麼會知道 這個保護殼到底能不能包膜狀 所以你應該是要問店家 對 所以今天這集我在拍的意思就是說 不是說在罵你或一些什麼 而是我們沒有包膜的人 你如果像很多人 其實這問題問太多 不是只有你問 那二三十個人都問同樣的問題 說請問這個可可不可以包膜 可不可以包膜 我們頻道就沒有人在包膜 你要我怎麼說有沒有 有沒有可不可以相容 對啊 所以我是認為 第一個啦我是建議啦 就是你要考慮說 你自己是不是會常去換手機殼的 如果你會去換 常去換手機殼 那我是建議你不要去包膜 對 如果你是要裸機的話 裸機的話你才去包膜 這樣子 或者是說你要變色 或者是說比如說像那個 筆電啊 或者是你那個遊戲機switch 你為什麼要包膜 因為你要讓他表面 變不一樣的觸感或顏色 你們再去包那個不會裝殼或什麼的 我建議那個再去包膜 包膜有它的好處 但是我覺得它不是為了 來包了膜以後再裝手機殼的 因為即使裝的下去 你只是假裝好像可以裝的下去 事實上它裡面都變形了 你不知道而已 對所以機器主義跟你講說 它這個邊是軟的又怎麼樣 軟的裝的下去 裝的下去就確實可以用嗎 也許按鈕就不能按了呢 也許它就撲起來了呢 就兩邊凸凸的你看起來就很醜 也許你拆就拆不起來 還有你拆有可能膜又破掉 那你為什麼要包膜 對啊 還有就是你要去問店家 那當然有的包膜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如果你要出售的時候 你的手機可能都是像新的一樣 但是就是說可能手機殼的相容性 還有我的有一個朋友 他不包膜 他去貼那個邊框 他覺得包膜的相容性太多問題了 所以他只貼什麼呢 他只還有一種是貼這個邊框的 就是我只貼邊框的 那貼邊框的 他的問題是什麼 貼邊框有可能裝的下去喔 但是也是一樣會破破 第二種就是 還有裝邊框也許下去的話 因為磨的話 他整邊會這樣子轉角都會包進來 那邊框的話呢 更容易因為你拆裝的時候 導致那個邊條會繞起來 所以我那個朋友就整天在那邊 唉唷這邊又翹起來了 我要去壓平 這邊又什麼 你就永遠在那邊一直用邊條 結果事實上 他那個邊條沒有防護啊 他摔下去 結果撞下去 整個都破掉 那你貼那個邊條 第一個你造成了自己煩惱 每天在那邊 手機殼不能裝 第二個邊條 嚴重的撞擊 還是會損壞啊 那你就是要去防刮嘛 那防刮你為什麼不小心一點 日常的清潔注意一點 所以這集就是拍說 我們真的不知道包膜的手機相容性 所以不直接問店家 你那個手機殼是什麼 可不可以 你直接問他了 如果他回答不出來 你就不要貼了 而不是說店家叫你說 你自己去看說 這個手機殼是軟的還硬的 你為什麼要自己去找呢 如果好的店家 就會跟你講說可不可以啊 他幫你測完了 那你是不是心情會更好 又或者有一個招式就是 你去買這個殼 跟你包膜了 你裝 然後你在下面留言 跟大家講說 這個可不可以包膜用 對 那如果你現在有包膜的 你就在這個影片下面去留言說 你試過哪幾個殼可以用的 我們頻道介紹的殼哪幾個 三胞胎可不可以 聖甲蟲可不可以 Lumen可不可以 超伯可可不可以 Pelican的你們就可以留言 對 那你就告訴其他人可不可以 但是我是認為不要包啦 因為你包了真的是 你整天就是在那邊 到底相容性 可不可以裝這殼 我包膜了 我這殼可不可以裝 可不可以裝 板大可不可以裝 我不知道啊 我要怎麼回答你 那今天自己就到這邊囉 沒有什麼特別意思 我只是在拍一集說 不要再問板大包膜的事情了 我不知道 你要包的 你在下面留言 你告訴其他人 就是你包有測試過的 你可以分享 我不是店家 我沒有包 店家都不知道了 我怎麼會知道呢 好吧 那先自己就到這囉 希望對人會有幫助